各位 如果一个人会活在这些 健康啊 生病啊 长寿啊 短寿啊 有钱啊 没钱啊 太痛苦了 因为这个是有他因缘果报了 你这辈子比较长寿 因为你上辈子很孝顺 你过去很喜欢放生 所以你种下一个长寿的因 就像以前有个小孩子 他的后母 因为他妈妈死了 他的后母心很不好 他的后母想要把他杀掉 免得以后 他怀孕了以后 他的财产啊 他的儿子得不到 对不对 然后他就把这个小孩子叫横家达 趁他爸爸去做生意不在的时候 古时候在煮那个 煮饭要大火嘛 然后这小孩子在旁边 他就给他推进去 让他烧死 结果那小孩子跑进去就跑出来 全身没事 他妈说奇怪 哪安呢 烧不死 然后呢 他妈妈又趁他爸爸不在 爸爸不在的时候 然后去买菜 小孩子走到旁边 旁边有桥 弄他一下 推下去 推下去这个小孩子 再怎么样怎么样也沉不下去 自己又跑上来 就像气球掉在水上面这样 又不会死 然后他妈妈又想办法了 趁他爸爸不在 去买那个最毒的披霜 整碗饭 这一下你饱死了这样 结果这小孩子整碗吃下去以后 就跑去上厕所 没事吧这样 怎么毒也毒不死 后来他爸爸知道这个事情了 哎呀 就怪这个后母把他离婚了 但是他说奇怪 我这个小孩子 小孩子有跟他爸爸讲 妈妈叫我去火里面玩 很好玩这样 妈妈叫我丢在水里面 结果我就游起来 他就跑去问佛陀 佛陀我的儿子是不是怪物啊 我的儿子是 为什么会这样 水啊 火啊 毒 他都不会死 佛陀就说啦 你这个儿子啊 过去世啊 曾经做人家的宰相 有一次国王要杀掉几个人 那几个人也不是坏 他只是喝醉酒学国王的唱歌 国王一时生气 抓了杀了 然后呢 这个宰相呢 趁国王酒醒了就劝劝国王啊 其实那几个人听你唱歌好听啊 他哪里知道你是国王 你好听他才会跟你唱啊 那你就放走他们嘛 国王说好了好了好了 讲好话很重要 去吧去吧 那几个人就免死了 那佛陀就说了 因为有人该被杀 他救了他 所以这个横迦达 生生世世 你怎么弄他都不会死 各位这很重要 因为你救人家的命 因为你中了这个因缘 所以你这辈子丢在水里面不会死 所以佛经说 修慈悲心的人经常帮助啊 布施啊 放生啊 水不能淹 火不能烧 毒不能种 相不相信 你相信佛法太好了 晚上睡觉好睡 早上睡好精神好 如果你要得到生命的快乐 但是你要去种这些善因 但是话又讲回来 横迦达后来还是出家了 为什么出家 他跟他爸爸说 你看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终究还是要死了 就算我现在水火刀都不会淹死我 但是 我将来活到一百岁两百岁 还是会死 而且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看 妈妈为了抢财产 因为爸爸你有钱 好几次要害死我 爸爸 你让我去出家好吗 你让我去出家好吗 为什么 他虽然已经这个阶段了 他还是要解脱生死 因为活得很痛苦 后来横迦达就出家了 七天就震到阿罗汉 因为他很精进 什么叫阿罗汉 解脱生死 感谢了 感谢了 优优独播剧相关